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有这个Facebook Twitter 或者有这个电邮地址的每个使用者 应该要有一些自论感 要小心点 不要什么都放进去 尤其一些违反法律的 因为在这个Internet的领域呢 也是有它的法律 如果谁犯错了也是同样的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 是不是对于那个法令呢 Evidence Act啊 就是说你本身 OK 这个有关这个证据法令呢 已经现在开始实行了 我希望政府要去考虑一下 他这个事情之下 对这个公众人士的影响呢 是相当的深的 原因就是很多人呢 都没有这个能力 来去证实那个电邮 或者那个所写在他的面子书 或者Twitter里面呢 是他做的 政府本身有他本身的专家 所以我相信政府的质论呢 作为控方的 应该要质论呢 在控方里面来证实 那个所谓的犯法的资料呢 是那个account holder做的 退休年龄的呢 因为在 一直来的法律都是55 是55岁的退休年龄 那政府已经在 5年前的时候 将这个退休年龄 开始是到56 后来增加到58 现在呢 今年年头开始增加到60岁 所以政府部门已经没有问题 全部已经修改了 那么今天呢 昨天在国会也提成了新的法令 也就是说 私人界也是要跟着这个60岁的退休年龄 主要因素就是 我们的马来西亚人的平均寿命 已经从60年代的60多岁呢 增加到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3.79 所以 73.79 当然 女人呢通常是大概75岁 男人大概是71岁 所以如果你叫他55岁退休了 他还有那15年或者20年的寿命 你没有工作 或者你叫他重新找到新的工作 是相当困难的 而且也不容易去适应新的环境 而且55岁呢 大多数的人都是还是身体力壮 他还有他的角色来扮演 有他的贡献来继续给予他的公司 或者给予这个社会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这些精灵 不要浪费这些资源 所以要给机会他们继续在他们的领域里面 扮演他们的据设 因为这个所谓的经验呢 肯定了对他的公司 或者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呢 是有贡献的 所以我当然希望了 这个法令能够顺利的在这次的国会开会里面 通过来宣布作为法律 除了我不知道了 如果国会下个礼拜解散 我们就要等巴上国后再重新来执行这个法令